而且袋子上还写了名字 一个是吴凡 一个是大叔 还有一个是王老师 显然还是分了年龄段的 以免吴凡他们搞错 总统套房就是好 里面除了大房间外 还有几个小房间 各自又有浴室什么的 所以三个人分别去洗了澡 出来后 彼此看了一眼 忍不住开心的笑了起来 王席之穿着的是一套堂装 和他的年龄相配 也把他知识分子的形象勾勒出来 而刘天生就是一套中山装 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南下的干部 也是符合他村长的身份的 而吴凡穿着是一套黑色的西装 简直就是量身定做 让他看上去格外的帅气 有如一个意气风发的大人物 不错 不错 好 好 哈哈 几个人开心大笑 心情平静了一会后 吴凡就说道 你们在这里早点休息吧 我还有事情要去办 那些宝贝必须今天交了 老板还在等着我呢 你去吧 注意安全 刘天生倒也干脆 我和你一起出去 我要去医院看一下 他们母子的情况 王席之赶紧说道 妻儿还在医院里 他当然不可能这么安心地躺在这总统套房 至少也要去搞清楚 他们的状况才能放心呀 好 一起去 两个人离开天水大酒店后 王席之往医院那边走 而吴凡见时间不早了 就拦了一辆滴士 先生 去哪里 滴士司机热情地探头招呼道 天元区丽人种子公司 知道这个地方吗 放心吧 先生 天水市就没有我不知道的地方 司机非常自信 20分钟左右 滴士就来到了天元区的丽人种子公司 刚下车 吴凡就看见丽人种子公司 还开着门亮着灯 门口有一个女人站在那里 似乎是翘首一盼 吴凡感觉到心里一暖 呵呵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 这个深夜 居然还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在等着自己 真是幸福呀 不过当吴凡兴奋地跑过去时 温敏却一点都不热情 完全当作不认识她 只是盯着她看了一眼 没有任何表示 然后眼睛继续看向路口 这是什么意思呀 翻脸不认人 还是她怪自己来得太迟 等得不耐烦了 所以心里有怨气 故意装作没有看见呢 温敏姐 温敏姐 吴凡虽然一肚子疑问 但还是热情地打招呼 温敏娇去一颤 瞪着吴凡在看了几眼 一脸的惊喜 马上就走前几步 紧紧地拉吴凡的手 激动地问道 吴凡 吴凡 真的是你吗 是啊 怎么 认不出来了 吴凡笑了笑 呵呵 你穿着这套西装 和以前简直是判若两人呢 她的脸色飞红 眼神非常的高兴 就像等来了多年的老朋友 是的 哪里呀 你才叫漂亮呢 温敏姐 吴凡脸色红红地说道 呵呵 你穿这套西装真好看 和以前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 我好喜欢 进来 进来 温敏直接拉着吴凡的手进去了 吴凡非常不好意思 被一个年轻女人拉着手 会让别人产生误会呢 不过温敏拉得有些紧 她总不好生硬地推开它吧 吴凡 你的黄金的身呢 温美像是突然想起 看了一眼吴凡后 笑嘻嘻地问道 吴凡来的主要目的就是送那个宝贝过来 怎么没有看见呢 她现在可是两手空空 很是潇洒的样子 哦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下了车就去了人民医院探望病人 所以把那些东西寄存在了 车站门口的寄物店 我想着的是到了你这里后 你不是有车吗 带我去取一下 安全一点 行吗 好呀 那我们现在去 回来再请你喝酒 温敏马上松开了吴凡 一边说着一边抓起了旁边的车钥匙 吴凡突然想起似的 赶紧问道 对了 温敏姐 你刚才说那宝贝叫什么呀 黄金地身 对呀 黄金地身 这是一种特别神奇的东西 原本上面肯定是有野人参的 但是有一种叫黄毒的虫子 专门吃这些人参 从叶子一直倒干 最后到地下的根须 黄毒吃完根须之后就不再出来 一直呆在泥土里 只吃石头为生 然后慢慢地死去 经过上百年或者几百年的自然作用下 就演变成了这种类似于黄金的小石头 啊 原来这是样呀 这黄金地身其实就是黄毒吃了人参和石头后演变而来的 吴凡听了后恍然大悟 温敏一边说着一边拉着吴凡的手 走出了店铺 并且把圈闸门给拉了下来 十几分钟后 两个人就来到了汽车站 你终于来了 我还认为你不会来了 正犹豫要不要关门了呢 小店的老板看见吴凡拿着取物牌过来了 非常激动地说道 这是一个农村装化肥用的袋子 上面口子用绳子扎了一下 这一看上去就知道是农村来的 这么烂的大袋子 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所以温敏心里稍微放松了一下 这么差劲的袋子 可以想象里面装的东西高贵不到哪里去 别人也就不会打主意 从这点来看 吴凡还真是挺聪明的 温敏拿了一个放大镜 再仔细地观赏黄金地深 快过来看 这里似乎还能看见一条虫子腿 一会儿 他非常激动地叫道 并且把黄金地深和放大镜都给了吴凡 太神奇了 果然有一条腿 吴凡仔细看后也是非常感慨 肉眼是看不见的 但是用了放大镜之后 能明显地看见有一条带毛的腿 吴凡虽然身在农村 见识过太多的虫子 但是却硬是没有见过这种腿的动物 这个黄金地深植有野生的 根本不可能种植 而且发现野生的也比较少 像你们这样一下子几十公斤 实属罕见 发财了 我仔细看了看 有这种品质的话 我可以给你二十元钱一个 现在点一下多少个吧 说完 温敏就开始数数 他要数五百个来称 然后再按总量 方法和吴凡的其实是一样的 你怎么不帮我数 温敏数了一会见吴凡只是看着 就好奇地问了一句 哦 你不怕我做手脚 多放几个去 结果单重就少了 数量就多了 你就要多出不少的冤枉钱呢 吴凡非常郑重地说道 且 吴凡呀 我不相信谁也不可能不相信你吧 我可是去过你家里的 有你们家里那么老实的基因 你就不会坏到哪里去 来 一起数 快点 温敏看着吴凡 奄然一笑 好吧 吴凡很快数了起来 几分钟后 五百个黄金的身就数好 好了 果然是刚好一斤 也就是一个重医科 紧接着温敏把总重量称了一下 笑道 吴凡 你太老实了 还给抛了重量 其实是六十一斤 放心吧 我不会让老实人吃亏的 就按六十一斤算 六十一乘以五百 等于三万零五百粒 再乘以二十元每粒 就是六十一万 发财了 六十一万 吴凡的声音都有一些发飘了 这么点东西就六十一万元钱 确实发财了 他能不高兴吗 以前 桃园村所有村民一年的收入都不会超过十万元 而现在自己在一夜之间 就让大家赚到了六十一万 实在是太激动了呀 这简直就是五本万利 换了谁都会欣喜若狂 是的 那山上还有没有 有呀 只挖了一个晚上 我估计还能再挖两三天 难得 难得一次就能有那么多 好 好 吴凡 我是跟着你发财了 这样一粒黄金的身 就能治好不少的慢性疾病 至少能缓解疼痛 延缓生命 所以市面上的一颗价钱都到了四十 而且功不应求 我当时说说十元一粒 是只看相片不清楚 确实是好东西 温敏说完就来 进到了里面的房间 拿了一张银行卡出来 递给吴凡道 吴凡呀 这事是一百万 六十一万 是付今天的货款 还有三十九万就当是订金 下次交货时从里面扣减就是了 好 谢谢温敏姐 吴凡不客气地接过了银行卡 自己的东西可以大放一点 直接送给别人也无所谓 可是这是全村人一夜通宵的劳动果实 可不能拱手让人了 你应该得的东西 还跟姐客气什么呢 温敏说完后就到旁边提了一瓶酒 还端出了几个菜 说道 我以为你会早来呢 所以准备好了韭菜要招待你 现在凉了 还好 这是夏天 就当是吃凉菜了 我们好好的喝一杯 以庆祝我们第一笔生意圆满成功 好呀 吴凡虽然之前已经喝了不少的酒 但是现在赚了钱高兴呀 何况还是和温敏一起喝 自然不能拒绝 两个人你敬我 我敬你的喝了起来 虽然只有两个人 但是气氛却挺好的 说说笑笑的 时间过得挺快 看来温敏确实是有准备 当喝完了一瓶 吴凡在想着要离开时 他居然又拿了一瓶进来 啊 还喝呀 我已经喝醉了 吴凡苦笑道 之前在天水大酒店 就已经喝得差不多了 现在又已经干掉一瓶的大半 这可都是高档白酒呀 能不醉吗 醉就醉吧 还怕我吃了你不成 我一个女人都不怕 你还怕什么呢 来 喝吧 温敏不由分说就把酒打开 给吴凡倒了一杯 有些迷离的看着他 还眨了眨眼 美女陪酒 岂能不喝 何况和温敏在一起时 是如此的开心 他就像是一个姐姐 对自己特别关心 两个人简直就是无话不说 又过了半个小时 另一瓶白酒也已经见底了 吴凡有些结巴地说道 温敏姐 我 我要回去了 还回去做什么呢 这里也有床 就在这里休息一晚好了 温敏很自然地说道 脸上充满了关爱 天生书还在等我呢 还有王老师也来了 吴凡撑着桌子要站起来 只是他确实喝得太多了 晃了几下 差点摔跤 不得不又坐了下去 然后他又站了起来 结果又坐了回去 如此反复试了好几次 让温敏看着都急 你看看 站都站不稳了 还怎么走 我也不会放心让你走呀 万一出了一点什么事 我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还是在这里休息吧 温敏一边扶着他 一边劝说道 可是 你这里也就一张床 我睡了 那你睡哪里去呀 吴凡虽然有一些醉意了 但心识还是非常清楚 你放心吧 我就在外面店铺里休息 一个晚上就可以了 我们时常这样做的 已经习惯了 你别管我 自己好好休息就是了 好吧 好吧 温敏姐 那我就不回去了 吴凡最终还是答应了 这还差不多 来 我扶你进去 温敏扶着吴凡进去 还替他盖好被子之后 像是姐姐一般笑了笑 然后才离开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吴凡被电话铃声惊醒了 出于本能拿出电话 眼睛都没有睁开就问道 哪位呀 我是天生叔呢 吴凡 你在哪里 怎么还没有回来 那边的刘天生 颇为担心地问道 我喝醉了 就在温敏家里休息 你们不用担心我 再见了 挂了电话后 直接把手机往旁边一扔 吴凡又睡着了 一阵急促地拍门声传来 睡在殿堂里的温敏 立即被惊醒了 心里有一些不高兴 想着这是谁呀 这么一大早就来敲门 为了让吴凡多休息一会 温敏赶紧过去把房门关上了 来了 来了 他一边叫着 一边去把眷闸门拉开了 顿时 他脸色通红 非常的难为情 原来外面早就热闹非凡 太阳都快到正空中了 看来是自己起得太晚了 怎么了 温老板 是不是藏了男人在里面呀 怎么睡到十点钟了 还没有开门 几个来买种子的顾客 开玩笑地说道 没有 只是昨晚喝多了 温敏脸色飞红地说道 然后赶紧招呼顾客 里面的吴凡这时也醒了过来 他身体一震 猛地坐了起来 天呀 这怎么像是酒店的床呀 怎么回事 仔细地回想了一下 他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于是拍了一下额头 自己怎么那么不稳重呢 怎么睡在了温敏的床上 还好他昨晚应该是睡在了殿堂里面了 他现在去哪里了 一边想着 吴凡赶紧穿衣起床 吴凡本来是想开门出去看一下温敏在哪里的 但是似乎听见外面有说话的声音 担心自己出去不太好 所以就等了一会 他想着的是呆会 没有声音了 要是温敏也没有进来 那就打一个电话问一下情况 这个房间拉着厚重的窗帘 只能隐隐约约地看见天亮了 啊 当吴凡想着拉开窗帘 看一下外面是什么地方时 不由地惊叫了一句 只见太阳都非常火辣了 显然到了上午时分 他赶紧拿出手机来看时间 顿时有一些不安 天呀 都到了上午的十点钟了 那边的刘天生和王羲之可能 正在胶着地等着自己吧 毕竟他们可是桃园村的人 习惯了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肯定早就起床了 就在吴凡准备把打电话时 门枝呀的一声被推开了 醒了 温敏一脸笑容地打招呼 神情略有一些羞涩 但也比较自然 仿佛就是一家人一样 都没有想到睡到那么晚了 呵呵 我要赶紧过去 不然天生书他们会等我 吴凡却有一些尴尬 都不敢正眼瞧他 虽然昨晚可能并没有对他怎么样 但毕竟是和他在一个屋檐下 待了一个晚上呀 看着他略有一些窘迫的样子 温敏忍不住笑了 好呀 你赶紧洗漱一番 然后我们一起吃早餐 吃完了你就去吧 十几分钟后 温敏把店门关了 带着吴凡来到了附近一家 比较高档的饭店吃了早餐 你们什么时候回去呀 我想请你和村长 还有王老师一起吃一顿饭 看有没有时间呀 在吴凡吃完早餐 要上出租车离开时 温敏热情地问道 你看着办吧 我们有事 办好了 可能就会回去 没办好 就会多待一段时间 到时候电话联系吧 行 吴凡 听你的 温敏笑着挥了挥手 并且替吴凡把门关好 车子渐行渐远 吴凡回头看着温敏的身影 越来越小 却一直没有走时 心里头感动不已 回到天水大酒店总统套房里时 只有刘天生在里面 天生书 你们吃早餐了没有 王老师呢 吴凡问道 早餐吃过了 服务员送进来的 王老师吃了早餐后就去医院了 他说国军的情绪非常不好 总是哭 烦躁不安 所以早点过去陪他了 刘天生皱着眉头说道 不是还住半个月就能好了吗 怎么会这样呀 吴凡有一些意外 哎 他现在不是担心身体 因为有你这个神医 伤病总是会好的 他是说打拼了几年 如今突然老婆没有了 房子没有了 孩子还是别人的 一切都没有了 觉得没有前途 所以忧心不已 刘天生叹了一口气 哦 我们去看看吧 一定要替他讨回一个公道 吴凡说着 在旁边的桌子上 重重地拍了一下 半个小时之后 两个人出现在了医院的特护病房 看见他们进来了 王席之也只是笑了笑 算是打过招呼了 一脸的忧伤 不太想说话 情况怎么样了 刘天生关切地问道 哎 王席之看了一眼床上的儿子 哭丧着脸说道 情绪不好 总是要去寻死 说没有了老婆 没有了家庭 又没有了一分钱 活不下去了 哦 你不是有那十万元钱 还有昨晚老板娘给你的银行卡吗 刘天生疑惑地说道 你不想给他 不是不想 而是放在酒店里没有带过来 我跟他说 他又不相信 还说就算是有 那也是我的钱 他都成年人了 怎么还好再用我的钱呢 王席之摊开手 无奈地说道 而李雅芝则一直在旁边抹眼泪 砰 吴凡听了后拍案而起 对李雅芝说道 婶婶 你带我们去找国君老婆吧 我一定会让他们给你一个交代的 不行 不行 李雅芝却连连摆手道 那男的是当官的 势力好大 惹不起 惹不起 没事 婶婶 我只是跟他讲道理 相信他们理亏 也不至于对我们动手吧 天下自有真理在 我们是正义的 还怕他们这些邪恶的人物吗 走吧 带我们去 吴凡非常坚定地说道 是 没错 吴凡说的没错 当官又怎么了 也要讲道理的 也要依法办事 我们去 刘天生自然是附和吴凡的话 那行 我带你们去吧 李雅芝勉强答应了 不过神情间还是有一些惊恐 有多远呀 到了医院门口 吴凡问道 有那么远忧 可能有五公里 那坐低市去 吴凡随即招手截停了一辆低市 会要好多钱吗 李雅芝和刘天生几乎同时问道 他们一直生活在清平的桃园村 一个钱 恨不得搬成两个来用 走路过去可是不用花一分钱的 在家里 几十里路也是走路呢 没事 我有钱 吴凡淡然的说道 走路过去太花时间了 有时候 时间就真的是金钱呀 不能浪费时间 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 所以刘天生和李雅芝也没有再说什么 而是赶紧上了车 不到十分钟 低市就停在了一个小区面前 吴凡仔细的看了看 这个小区确实不错 环境很好 绿化不错 门前一个大大的石头 尚书一元山庄几个字 门口还有保安把守 好在吴凡穿着西装 而刘天生穿着中山庄 一个看上去气派 一个看上去颇有领导派头 保安问都没有问就让他们进去了 这是新建不过十年的小区 国君在十年前就买了下来 一直一个人在还贷款 结婚后也没有让老婆还一分钱 哎 我们家就住在A栋一丹园 610 走进这个小区后 李雅芝有些唏嘘不已的说道 一边还抹着眼泪 放心吧 婶婶 属于国君大哥的东西 都将回来 无凡斩钉截铁的说道 走到A栋一丹园 610 并没有什么异常 也没有什么动静 李雅芝熟练的掏出钥匙开门 在门打开后 他有一些惊讶的看了看两人一眼 显然是在说 还以为潘喜莲他们已经换锁了呢 门打开后 三个人同时惊叫了一句 而同时 里面也传出啊 啊 惊慌的叫声 客厅里 居然有两个人搂抱着 坐在一起亲吻 那个人显然也是听见了开门声 回头一看 见来了几个人时 自然也是吓了一大跳 惊叫一声后快速分开 非礼物事 吴凡和刘天生赶紧退出了门口 连李雅芝也是老脸通红的退了出来 还把门给关上了 这个潘喜莲 太不笑话了 把老公和我打伤了 根本没有去医院探望过 如今国君还躺在医院病床上 他竟然和那人拥抱亲吻 我们王家是造了什么孽呢 李雅芝眼眶红红的喊道 婶婶 就是这个男人打伤了你和国君哥吗 吴凡虽然语气还是比较平淡 但是心头已经怒火生疼 吴凡接过李雅芝手上的钥匙 插进去一扭 却发现根本打不开了 显然是从里面反锁了 喜莲 你开门 我有话要跟你说 李雅芝见吴凡紧皱眉头 赶紧叫了起来 毕竟在一起也生活了快一个月了 这点面子还是要给自己这个婆婆的吧 只是让她怎么都没有想到的事 里面传出来一个女人无情的警告声 臭老太婆 你这是带着谁来了 擅闯我家里 信不信我报警抓你 喜莲 这是我们村的村长呀 还是一个是国君的堂弟 你都认识的 你开门吧 我们有些事情还是要说清楚的 李雅芝近乎哀求地喊道 刘天生和吴凡来道 连儿子家里的门都进不去 他真的是很过意不去呀 没有用的人 我还以为哪里找来了帮手呢 原来是穷山沟里的亲戚来了 别怪我没有警告你 你们最好自己离开 要是等李刚发脾气了 你们三个都要进看守所 而且还要断手断脚 里面传出潘喜莲更加无情的声音 刘天生看了一眼无凡 那意思是现在怎么办呢 就在大家面面相觑 一时之间不知道如何是好时 却传来了开锁的声音 李雅芝松了一口气 想着这个潘喜莲 应该还不算是大恶之人 还在想着要解决这件事 还是给了自己这个婆婆一点面子 吴凡和刘天生相视一眼 也是松了一口气 只要对方愿意坐下来谈 事情就能和平解决 只是谁都没有想到 在门被拉开的瞬间 一道寒光骤然闪起 一把匕首静止朝着中间的吴凡刺去 匕首直接刺进了吴凡的肚子上 吴凡忍不住叫了一声痛 然后手捂住了伤口 吴凡 吴凡 你怎么样了 见此突发状况 刘天生和李雅芝都慌了手脚 只知道扶着吴凡 急切地喊叫道 去死吧 李刚在 把匕首刺进了吴凡的肚子后 颇为得意 居然又抬起脚 猛地踹在了吴凡的肚子上 吴凡那身高一米 久得身体轰然倒地 刘天生和李雅芝赶紧扑了过去 他们实在是担心吴凡被打死 钢哥 就在这时 十几个黑衣大汉从楼梯上涌了上来 一边大叫道 来得好 给我打死这三个人 李刚得意地指了一下吴凡三个 打 打 黑衣大汉像是得到了圣旨一般 抡起手中的铁棍 就朝刘天生和李雅芝砸了下去 俗话说得好 天塌下来 还有高个子顶着呢 现在吴凡躺着 而他们两个正查看他的情况 处于较高的位置 自然被先打敌是他们 让开 就在那些铁棍即将落于刘天生和李雅芝的身上时 吴凡怒目圆征 大叫一声 然后有如神柱 身体直接弹跳而起 去死吧 你们这些惨无人道的家伙 吴凡大怒之下 快速用左手挡住一个黑衣大汉砸下来的铁棍 右手闪电般往前一伸 直接揪住那人的皮带 把他往空中一抛 那个黑衣大汉的身体几乎砸在了房顶 在空中发出了惊恐的叫声 在他落下的瞬间 吴凡右手再次陡然伸出 抓踏了他的右脚踝的位置 然后 在对方十几个人一脸惊恐之时 他把受伤的黑衣大汉快速地抡了起来 这个大汉的脑袋就和还来不及后撤的兄弟的身体撞在了一起 这十几个大汉 有的顿时头破血流 有的侥幸逃过也是惊恐万分 显然他们都没有想到 眼前这个人居然那么大的力气 抓起一个身高一米八的兄弟 竟然像是有挥舞一根小树枝 实在是诡异 顿时 吴凡前面的大汉除了倒下的 其余的都退到离他有几米远之外 一脸惊恐地看着他 不敢再贸然前进一步 去死吧 吴凡杀气顿生 猛地把手中的大汉抛了出去 这一抛 又是几米远 那些大汉显然没有想到 吴凡会如此神勇 所以当被兄弟的身体砸着倒下去时 都没有反应过来 吴凡心里已经决定 不能放过这些没有人性的家伙 于是 在对方倒下一大片时 他身形一晃 直接冲了出去 然后抬起右脚 猛地踹了下去 一阵一阵骨头碎裂的声音 骤然响起 他从头到尾 把所有大汉的脚都踩上一脚 瞬间让他们的脚骨被硬生生的折断 惨叫声也随即响起 在楼梯间回荡 听上去让人感觉到毛骨悚然 同时 还有一阵血腥味也弥漫在了空中 这么大的动静 自然也惊动了邻居 在楼梯的上下两端 出现了不少好奇 而京剧的眼睛在盯着 天生书 婶婶 你们还好吧 吴凡回头 轻轻地拉着两个老头问道 刘天生和李雅芝虽然一脸的惊异 额头上大汗淋漓 显然受到了惊吓不小 不过他们还是赶紧说道 吴凡 我没事 我们没事 你 你怎么样呀 吴凡腹部依然插着那把匕首 因为刚才用了大力气 伤口不断有的油血涌出来 滴落在地下都已大瘫了 让他们两个实在是担心不已 不过吴凡却白白手笑道 放心吧 死不了 今天的事情一定要解决 你们跟我来 说完 他带着两个人一步一步地走进了房间 你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眼前那个身高一米七五左右 一脸顽固子弟装扮的大汉指着吴凡吼道 他虽然有一些歇斯底里 但是 眼神还是有一丝惊恐 吴凡突然间就身形一晃 冲到了他的面前 然后抬起右脚 在他两条腿的膝盖处猛地踹了一脚 两道骨头碎裂的声音骤然响了起来 李刚身不由己地跪在了地上 可能是太痛了 马上又倒在地上 然后哎呦 哎呦地发出了鬼哭狼嚎般的声音 呵呵 还敢玩弄别人老婆吗 以后你就是一个废物 是一个真正的残疾人了 我看你还如何去玩别人的老婆 这就是你偷人的下场 吴凡冷冷地指着他说道 紧接着 又抬起脚 猛地踹在了他的身上 李刚身体蜷缩着 不停地扭动 就像是热锅里的大虾 你也不是人 吴凡没有理会他 而是直接走到潘喜莲的面前 一字一句地说道 国金哥对你多好呀 辛辛苦苦地工作 房贷一个人还 你的钱一分不用 都让你自己掌握 可你居然还早就和别人乱来 生下的孩子是别人的 扑痴 医生 又是一个太大爱了 剪刀直接插进吴凡的后背 直露出了握手的部分 竟然第二次被捅 吴凡大怒 忍痛转身 然后出于本能 双手猛地拍在了潘喜莲的身上 潘喜莲惨 身体不受控制地往后退 然后轰隆一声倒在了地上 潘喜莲倒在地上后 双手捂住受伤的地方 惨叫不已 别动 别动 就在这时 大批的治安人员涌入 他们控制住了 吴凡和刘天生 及李雅芝 并且现场调查走访 半个小时之后 吴凡他们三个被带进了警局 现在怎么办 你还受着伤呢 在警局里面 刘天生一脸不安地看着吴凡 而李雅芝就在不停地哭着 今天的事情实在是太激烈了 刺激的他真有一些精神不正常了 吴凡是吧 我来晚了 让你受惊了 对不起 一脸寒霜的西装女人上前一步 直接朝吴凡鞠躬道 你 你是谁呀 吴凡愣在了那里 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个女人呀 她为何会如此前功 以后自知 年轻女人说完瞪着旁边的那个一把手 冷声道 吴凡犯了什么罪 身上还插着一把刀和一把剪刀 居然还待在你们局里 而不是送医院救治 对不起 我也是刚知道 我马上安排送他去医院 一把手恭敬地陪着笑答道 这么说 是有人瞒着你这么做的 这样的人还能公正执法吗 你放心 我稍后就会查 这种人不适合再待在我们执法部门 一把手擦了一下脸上的汗说道 那现在吴凡的事情查清楚没有 年轻女人面无表情 查清楚了 她是正当防卫 李刚认错了 愿意承担一切医疗费用 而那个女人潘喜莲也承诺了和王国君离婚 一切财产都归吴国君 他还要拿出二十万做补偿 一把手忐忑不安地说道 赶紧送他们去医院 我有事 先走了 制服女人说完转身就走 等一等 吴凡赶紧叫了一句 对方帮了自己那么大的忙 把自己解救出来 可是自己都还不认识他呢 当然想要打听一下 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西装女人奄然一笑地看着吴凡 请问你是哪位呀 你的大恩大德 我自当报答 吴凡很是诚心地问道 种什么因结什么果 好人自有好报 无需记在心里 保重 年轻女人一边说着 一边朝吴凡点了点头 然后快速离去 她是谁呀 吴凡问到身边的一把手 呵呵 她的身份保密 我也不能说 我还是赶紧送你们去医院吧 今天的事情 真是对不起了 下面的人没有及时报告 差点办成冤案了 对不起啊 局里的一把手 再次朝吴凡道歉 没事 我相信法律 相信正义 现在果然是这样的 吴凡摆了摆手 那就好 你放心去医院治疗 李刚要承担一切医疗费 而且还会补偿你们 也会补偿王国军 这是我会跟进的 放心吧 一把手真诚地说道 很快 吴凡被送进了天水市人民医院 啊 小兄弟 是你呀 怎么伤成这样 快 快 赶紧手术 医院外科 看见送过来的病人 居然就是吴凡时 正好来查房的 蒋天国非常震惊 马上安排了手术 还好 并没有伤及内脏 只是把匕首和剪刀取出来 再清窗 缝合伤口 手术也就顺利地完成了 我没事了 婶婶 你可以下去照顾国军哥了 还有把家里的事说一下 失去的东西都会回来的 至于那个女人 早里早好 会有更加好的女人在等着她的 放心吧 吴凡在病床上躺下后 对旁边一脸关切的李雅芝说道 行 我也是要去看看她的状况了 她要是知道刚才的事情 可能心里会好受一点 那我就下去了 李雅芝说完就离开了 吴凡看着她的背影 对边上的刘天生说道 还好我们都没事 就是不知道 那个年轻女人究竟是谁 反正是她 推动了事情的公正处理 那个恶父潘喜莲和李刚面临的 肯定是法律的严惩 国军大哥失去的东西 除了那个臭女人 其他的也都回来了 我们下午就安心地回去吧 可是 你的伤 刘天生有一些担心 没事 再严重的伤 像小平叔那样的我都能治好 何况我自己这些小伤 中午吃了饭后 我们就回去 你和王老师说一下 看他的意思 是在这里陪着儿子 还是回家去 好 那我现在就下去 刘天生马上就离开了 在下面病房 当听说潘喜莲受到了报应 身体严重受伤 而李刚双脚粉碎性骨折 再也恢复不了原状时 王国军非常高兴 脸上都是笑容 好好 现在我是真正地知道了 什么叫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了 他们这是自食其果 以后再也不能害人了 呵呵 他开心地看着眼前的三个人说道 嗯 就像吴凡所说的 要相信法律 要相信正义 喜莲和那个李刚 不仅身体残废了 而且还面临坐牢的后果 你就可以安心休养了 刘天生也是一脸高兴的安慰 是 是 我相信 我现在相信了 吴凡真厉害 连李刚的后台都拿他没办法 他还为了我家的事情受伤 让我实在是过意不去呀 真想去探望一下他 王国军看了一眼大家 摸着那条断腿 颇有一些有心无力的忧伤 这十来年 我一心在外面打拼 都很少回过桃园村 还老是让我爸爸退休工资给了我 以后 我就回到桃园村来 天天陪着父母 听了王国军的话 王羲之和李雅之眼眶红红的 哦 吴凡这个人很大度的 不会计较你去不去看他 总之 你心里感激就可以了 吴凡让我跟你说 以后多位家乡做点贡献就行 刘天生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放心吧 连连点头 刘天生一脸赞赏的说道 这就对了 你知道吗 现在桃园村的人有希望了 吴凡就是我们桃园村的大救星呢 现在开了一家公司 光是药材基地就能给每个村民一天八十元钱 要是药材基地赚钱了 每个村民还有分红呢 啊 是吧 那岂不是比我在外面打工的工资还要高 王国君简直有一些不敢相信 是啊 而且吴凡 还时常能发现我们村的意外之财 前天晚上 他带我们去挖黄金地深 一个人就收入了两三千元呢 刘天生提起吴凡石 神色有一些骄傲 啊 这么多 好 等我身体好了之后 我就回去 再说呢 这个地方终究是我的伤心之地 我把房子卖了 把事情处理好后就回去 王国君非常坚定地说道 那行 就让你妈在这里照顾你一段时间 让你爸和我们一起回去 现在他腿好了 也能上山重要才什么的 赚点钱也好呀 刘天生替王国君做了安排 随后 刘天生和王习之回到了天水大酒店的那套总统套房里 把东西收好 就回到医院会和吴凡 去了车站 下午的三点钟左右 三个人就回到了天水县城 我去银行取钱去 因为回去要把黄金的深的钱给村民 出了车站后 吴凡笑了笑 把银行卡掏出来晃了晃 好呀 好呀 我们也去查一下 看天水大酒店的老板娘 给我们的是多少钱 有没有几百元 刘天生同样非常兴奋 也把银行卡掏了出来 老板娘当初给了三个人银行卡 大家都没有去查过有多少钱呢 终究还是有一些好奇 啊 十万 刘天生和王习之先查 查了之后一脸惊讶 怎么都没有想到 一个第一次见面的女人 居然一下子就给了自己十万 这可是真正的天文数字呢 对于桃园村的村民来说 别说十万了 一万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数字 当然他们也知道 这是沾了吴凡的光 要不是吴凡替他治病 让他重拾了做女人的快乐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们都激动地说道 吴凡 快查一下你的 看他给了你多少钱 吴凡自然是要查的 把银行卡插进贵员机 按下密码后查询余额 个 十 百 千 万几个人盯着屏幕上的 一串零数了起来 一百万 天呀 一百万 吴凡 发财了 两个人激动地拍着吴凡的肩膀说道 呵呵 有钱人就是大方呀 出手就是百万级别的 真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呀 吴凡同样的非常激动 一数给自己带来了财富 这就是带来了发展桃园村的基金呀 桃园村的发展就更加有笨头 能不高兴吗 紧接着 三个人笑嘻嘻地来到了柜台 要提取61万现金 哦 取这么多的钱是要提前一天预约的 银行的工作人员有些为难地说道 你看能不能想办法呀 这是我要发给村民的工资 你们也知道 现在对于农民 国家有保障有要求的 不能拖欠工资 我是答应了今天要给他们发钱的 吴凡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和职员协商 哦 是要发农民工工资的呀 银行职员听了后马上热情起来 这样吧 你们先等一下 我请示一下行长 行 谢谢你啊 吴凡笑了笑 然后坐在了旁边的沙发上 今天 他们还是穿着天水大酒店老板娘送的衣服 看上去非常的时尚高档 这可能也是银行职员特别好说话的原因之一 大约过了十分钟 银行职员很高兴的通知 可以来办了 61万元钱 一捆就是一万 有六十多捆 所以银行特意给了两个大的黑色胶带给他 还反复提醒 要注意安全 提着这一大袋子钱 几个人就往车站方向走 丁玲玲就在这时 村长留天生的手机响了起来 什么 好 好 我知道了 接听电话时 他神色紧张地说道 挂了电话后 他看着吴凡道 是贺乡长打过来的电话 说是你妹妹吴雪被人打了 现在已经在人民医院了 什么 被人打了 还送到人民医院了 那肯定非常严重 我马上去 你们两个先回去吧 吴凡一听也是急了 马上就把钱往两个人手上塞 直接往医院方向跑 看见他的背影如此急切 留天生不安地说道 既然是桃园村的村民出事了 我自然也不能不管 要么王老师 你帮吴凡把钱提回去吧 行 行 你们去吧 吴凡是我们家的恩人 你能帮的要尽量帮 王席之非常坚定地说道 嗯 我知道 你要注意完全 不要让别人知道你袋子里是钱 对了 最好把糖装换了 穿回你自己的衣服 留天生叮嘱道 好 我明白 你去吧 王席之挥了挥手 刘姐 刘姐 吴凡刚冲到人民医院大厅里 就看见杨如柳和一个同事在那里 赶紧打招呼 哦 吴凡你来了 你妹妹正在手术 别急 我带你过去 杨如柳神情凝重地说道 然后就走在了前面 刘姐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她不是在学校吗 怎么会被人打 是谁对她下手的呀 吴凡急切地问道 嗯 还在调查 案子没有破 今天不是星期五吗 下午提前放学 你妹妹应该是要走路回家 在半路上被人下手的 当时没有人在现场 是后来有人路过发现了她 才报警的 啊 怎么会这样 她又没有被欺负呀 惩罕脑子里赫然浮现出女人被凌辱的场景 眼神中已经有杀气一出 嗯 应该是没有 因为她就倒在路边 不过几分钟就有人经过 发现了她 当时除了被刀筒伤外 衣服裤子还是完整的 抓到了凶手通知我一声 我一定要废了她 吴凡咬牙切齿地说道 好 我们知道了 吴凡 你也冷静一点 她一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的 杨如柳已是安慰 轻轻地在吴凡的背上拍了一下 哎呦 吴凡却眉头一紧 忍不住叫了一句痛 呵呵 她的背上被剪刀插过 伤口还没有完全好呢 你怎么了 杨如柳也吓了一大跳 哦 背上和肚子里受过伤 还没有好吴凡自然要解释一番 我看看 杨如柳非常急切 直接捞起吴凡的衣服查看 不过只能看见包着纱布 里面的情况看不到 但是看见吴凡的表情 她就知道 受的伤不清 杨如柳有些心疼地说道 对不起啊 不知道你的伤 没事 没事 就是不知道吴雪怎么样了 吴凡坐在手术室前面的椅子上 一脸的担心 村长刘天生也赶来了 和杨如柳打了招呼后 也坐在边上等待 就在这时 手术室的门被推截 一个护士出来直接问道 家属来了吗 众人一听 心里末第一尘 心里想到 不会是要来通知家属尽力了吧 我是他哥哥 吴凡马上站了起来 急切地问道 他的情况怎么样呀 失血过多 而且最麻烦的是 他的血型少之有少 全国几乎都没有库存 再说就算有 要从事外调也来不及 只有从近亲属身上查 看有没有这种血型 护士赶紧解释道 抽我的 马上抽 要抽多少都行 无法马上捋起了袖子 好 先抽血化验一下 虽然这种血型比较稳定 只要是直系亲属 就不会变 但还是要先化验确认 护士一边说着 一边马上掏出彩血器 现场彩血 众人只有继续胶着的等待 大约过了十分钟后 护士又走了出来 看了一眼 吴凡说道 你是他堂哥吧 他有没有亲哥呀 一定要亲兄妹 血型才会相同的 你搞错了吧 我就是他亲哥呀 吴凡一脸猛逼 十几年的妹妹了 怎么突然不是亲的了 这医院的化验水平 也太差了一点吧 什么 不是亲的 几个人面面相去 显然都没有想到 护士会这么说话 我是村长 我能证实他们是亲兄妹呀 是不是你们搞错了 刘天生忍不住问道 不可能错的 村长是吧 赶紧找吴雪的父母过来 兄弟可以贸任 父母总不可能贸任 护士还是非常自信 父母来了赶紧通知我 十万火急 你当村长的 还有杨所长 赶紧想办法 把父母找过来 护士说完就进去了 留下一脸惊恶的吴凡和刘天生 刘天生心里在嘀咕道 吴凡确实是不在桃园村出生的 是孟姜美结婚后去外面打工 一年后回来时就抱着吴凡回来的 难道 他当然不会说出来 这是现在只是一团雾水 恰巧就在这时 香肠贺小龙带着几个人陪着吴大海夫妻 匆匆忙忙的进来了 老刘 你和吴凡已经到了 太好了 我派人把吴雪父母接下来了 他的情况怎么样呀 贺小龙擦了一脸额头上的汉问道 正在抢救 对了 要输血 我找护士 刘天生赶紧上去拍门 在护士出来后 他就急切地说道 这是吴凡的父母 刚好赶来了 行 行 抽血 你跟他们解释 护士二话不说 直接示意吴大海和孟江美抽血 抽我的吧 他有病 孟江美挡在了前面 行 行 护士看了一眼吴大海 自然同意了 相对于父亲来说 母亲是绝对假不了的 父亲可能还会是别人 所以抽母亲的血其实是最恰当的 也就是过了十分钟左右 护士走了出来 脸上还带着笑容 血型相符 都是M型的 阿姨你进来输血 看着妈妈进去了 吴凡颓然地坐了下去 脑子里一片迷糊 天呀 妹妹和妈妈的血型完全相符 而自己竟然和他们两个不同 以护士的口气来推论 自己不是妈妈的亲儿子吗 杨如柳可是听护士说了刚才的话 见吴凡这样的表情 马上就猜到了 她是在想这方面的事情 于是坐在她的身边安慰道 吴凡呀 你先别着急 可能是护士说错了 不要想那么多 嗯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只是有一些累 没事的 吴凡苦笑了一声 一方面 这可能只是误会 另一方面就算是真的 她也不想让杨如柳这么好的女人 来为自己担忧 好 你们在这里吧 有情况 及时通知我 我要去协助行政队查案去 这里留下我的同事 看着就行了 杨如柳对吴凡笑了笑 然后和大家打招呼 就直接离开了 贺乡长来到吴大海夫妻面前 沉重地说道 老吴呀 你放心吧 吴雪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不要太着急了 我们一定会安排好 嗯 我知道了 谢谢贺乡长 吴大海虽然心里非常着急 但是对于贺小龙还是非常感激 毕竟 这还是她有生以来 第一次和乡长如此近距离呢 贺小龙点了点头 然后看着刘天生说道 老刘呀 我也要去协助破案 这是特别恶劣的案子 居然伤害回家的学生 不把歹徒抓获 我是一刻不能心安 你在这里看着 有任何事情打我电话 好 你去忙吧 刘天生把贺小龙送了出去 还好 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 医生从手术室走了出来 怎么样了 几个人赶紧上前问道 嗯 病人没事了 输了血之后 现在已经稳定了 伤口也处理好了 麻醉过后就能醒过来 醒过来之后送入病房 住院几天治疗就行 医生松了一口气的说道 谢谢医生 别客气 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 你们稍微等一下 还要等麻醉醒后 才能出来 医生说完客气的点点头 马上离去 听说没有了生命危险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不过 吴凡心里却始终憋着一肚子杀气 这个歹徒 居然敢对自己 才15岁的妹妹下手 一定不能放过她 又过了半个小时 护士才推着吴雪出来 几个人赶紧扑了上去 看着妹妹那稚嫩的脸上 没有血色 吴凡杀人的心都有了 爸 爸 妈 我没事 不要担心 吴雪睁开眼 看见亲人和村长都在旁边时 欣慰的挤出笑容说道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孟姜美擦了一下眼泪 也是一脸的苦笑 走吧 先到病房去 护士示意大家让开 在病房后 杨如柳的同事示意大家先行回避 他们给吴雪做了笔录 详细地询问了案发时的情景 因为吴凡未成年 而父母身体不好 所以吴凡代表家属一直在旁边 我放学了 就走路回家 因为坐车要两元钱 我舍不得 反正走回来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左右 只是平时和我一起回家的同学 去亲戚家去了 我就只能一个人走 平时我也一个人走过 本来是不害怕的 可是真没有想到 吴雪说到这里时就停了下来 眼神闪过一丝惊恐 吴雪 不用害他 慢慢说 别急 警察安慰道 对 你不用再害怕了 有哥哥在 没有人能再欺负你的 吴凡在边上也安慰道 半个小时后 警察结束了问话 留下一个人在门口守着 其余的就撤了 吴大海和孟江美 还有刘天生赶紧进来了 围着吴雪 心疼不已 爸 妈 你们先回去吧 这里有我看着呢 晚了就没有中巴车了 吴凡不想让父母太过难过 所以劝说道 对 对 有一个人照顾就行了 毕竟主要的还是靠医生 再说呢 吴凡还会草药 说不定呆会用一剂草药 就能让吴雪伤口结巴 早日出院 刘天生也在劝慰 他可是见识过吴凡神奇的医术 所以对于任何可能都相信 在几个人的劝说下 吴大海和孟江美才答应 跟随着刘天生一起回去 吴凡在把他们送到门口时 还交代道 爸妈 吴雪的这点伤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你们回到家里也不要担心 该做事时还是做事 该吃吃该睡睡 然后又对刘天生说道 天生书呀 前天晚上挖黄金地深的数据 在冰冰那里 你回去之后 就帮我把钱分给村民 然后晚上八点后 又组织大家去挖吧 这么好赚钱的机会 不要错过了 一定要让村民多赚钱 以后才有资本来发展桃园村 好 好 我就按你的安排去做 刘天生连连点头 目送着他们离开后 吴凡打了一个电话出去 华医生呀 我妹妹被人用刀捅了 你到人民医院来 试试我上次给你的秘方呀 各位听友朋友们 被窝故事继续连载精彩故事 如果觉得故事好呢 就点击订阅 点赞支持一下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无限动力 想要继续精彩故事 请按照聚集顺序 开启下一集